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来 你看看这茶怎么样 不错 铁观音很久没有尝到这么好的味道了 老硬你要是喜欢啊 这一罐就都拿走吧 好啊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老硬啊 我岳父呢 托我带几句话给你 好 叶先生有话托付我 你之前不是有一件事找我帮忙吗 后来我岳父啊 就找了公术的一个高层 关于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亲自去谢谢叶先生 真是失礼啊 不是这个意思 是那位高层跟我岳父说啊 有人向他举报你 有人举报我 谁啊 具体是谁啊 人家就没说 不过我岳父说啊 那个高层说 好像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就让我给你带句话 问问你 是不是得罪谁了 我 我得罪谁 不应该啊 你呀 你也先别着急 不是做大的事 喝点茶 慢慢想想 救救救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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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过来 那是一个窃听器 窃听器 窃听器 那咱俩跟他说的话 不都让你们品鉴了 能在你这安窃听器的 只有一个人 软闭心 果然是你的 平心呀 平心 我知道 你和林雄波竞争 但你知道吗 对内部人的监听 是要通过局长的 是吗 干什么 林雄波 找局长片里去 放手 别别别 这个事情弄到局长那儿 丢得岂不是咱们 情报处的脸吗 给我个面子 这事就算了 怎么能算了呢 不算怎么样 这事弄到局长那儿 那咱们刚才说的话 不就公之于众了吗 好 ith tent 谢谢你 林雄指长 不用系 把录音带全部交给我 都在这 记住了 把刚才听到的话统统冒掉 否则严惩不淡 李星波 算你狠 组长 和钱绝生前最后接头的人 我已经找着了 决定吗 把酒不离时 说说情况 这个人叫赵大成 他是钱绝被捕前在祥云茶社 最后一次喝茶交谈过的人 还有呢 这个人平时的身份 是一个卖烟的小贩 在我们绥靖公署周围活动 钱绝生前老去他那买烟 钱绝死了之后 这个人就神秘地失踪了 对了 他住在城西的马婆里了 有意思 一个住在城西的人 每天穿过大半个城 跑到城东来卖烟 他人现在在哪儿 兄弟们经过多日子 在城市的排查 已经锁定了他的活动区域 在下马坡一带 我们安排了人手进行监控 随时可以抓捕 好 立刻抓捕 是 等等 今天晚上不要动手 明天一早 让林雄波和阮冰心去抓人 处长 这是为什么呀 这个人 可是我摸了很长时间 才摸出来的 你别多想 我不是要让他们两个人 抢你的功劳 我只是要用这个赵大成 做一个局 你来 这个人姓赵 是共产党的一名联络员 年龄大概三十岁出头 身高五尺左右 活动区域 城西下马坡一带 是 处长 是要我去抓他吗 不是你 是你们 抓个人而已 哪用得着他 怎么用得着啊 这是我对你们的一项测试 如果谁先抓到了这个人 谁就赢得今天的测试 既然是测试 那处长 这个姓赵的这个人 他的身份是真还是假啊 既然是测试 当然是假的 人是我派去的 所以 你们在动手抓捕的时候 手上要有分寸 把人完完整整地给我带回来 处长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汪大川 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负责监督他们两个人 在行动中的表现 是 如果要测试林雄波 是不是共产党 那直接告诉他 这是个真的共产党 那不更有效果吗 嗯 要是告诉他真相 林雄波万一挺爱族仙 把人救走了怎么办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 这个赵大成 绝对不能再出任何查错 我明白了 还有 明天在行动当中 你要给我盯住林雄波 如果他有任何异常举动 一个抓人 两个都给我抓回来 放心吧 处长 那我要不要跟冰星打个招呼 告诉他这是个真事 千万不当 阮冰星沉不住气 明白了吧 大家都听好了啊 你们的任务就是封锁这几条街 在行动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出入 谁 不就是个测试吗 怎么搞得跟真的一样 测试也要真事 要不然怎么分得出高地 也对 那烂与充数的人啊迟早被揪出来 你说谁烂与充数 谁接话说谁呗 行了 行了 你们二位谁都别吵了啊 那个姓赵的 就住在前面的三道相 他平时的身份 是一个卖烟的小贩 他的活动区域就在这一片 你们的任务 就是把他给我逮出来 别你们你们的 我是我 他是他 我不跟他一起行动 正好 我也不想跟他一块 好吧 冰星是女的 那你先挑 你想怎么样 我搜这几条街 那我就去信赵的他家 敲敲门碰碰运气呗 行 你们二位就分头行动 但是有一条啊 既然到目标下手 一定要抓活的 明白了吗 知道了 明白 孟大川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要跟林雄波 一起来对付我啊 孟大川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不说是吧 你不说的话我可就 姑奶奶 我怕了你了啊 我跟你说实话 但是你以后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放心 你说 这次行动不是测试 那个姓赵的 是真的共产党 是真的共产党 那为什么处长 他是想借这个事 测试林雄波 看他在抓捕的行动当中 会不会露出马脚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那处长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要瞒着我 那是因为处长觉得你 太沉不住气 当然了 这处长说的 你看我对你多好 我这不都告诉你了吗 这么说的话 我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先我一步 找到目标 这样他才会露出马脚 千万别 万一林雄波要没问题 真把这个姓赵子给逮了 那你不就输了吗 他没问题 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孟南川 我敢打包票 这个林雄波 他百分之一万是共产党 我相信你 那我现在就得去盯着这个共产党 这个林雄波 就算了 好 那我都给大家解订了 那你怎么看 谁啊 我找赵大成 小赵啊 他在隔壁那家 这样啊 谢谢啊 我知道你是赵大成 看你门口的烟票就知道 别再装了 跟我回去见处长吧 想掐了 别人出事了 走 不是测试吗 还来针呢 什么情况 别再装了 快 上火了 你拉我干什么 人跑了怎么办 不可能跑的 就周围都是我 我就要看看这个人平波 到底是真的 还是在跟我们演戏 我倒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但是看到这么卖力 不像是演戏 再不上碗了 行了 兄弟 要不要这么拼命了 狗头 还对应是吧 对对 同时外卫兄弟 收队 是 是 把人带上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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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是 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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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是 直到此时 坐在了回情报处的车上 回想起之前的一路 邓远达这才感觉到 这次所谓的测试 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回到叶书亭身边 向他问个清楚 这么说 林雄波不但没有问题 反而还立了大功 对 可以这么说 他表现特别积极 现场的兄弟们也看到了 要不是他拼命追捕的话 那个姓赵的 说不定就跑了 这并不能说明问题 那么多个共产党 林雄波不可能个个都认识吧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他如果不认识赵大成 他赵人就很正常 不能排除他不是共产党的嫌疑 再说了 是您告诉我们 说这只是个测试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人是林雄波抓的 这一局他赢了你 废叔叔 我不能输给林雄波 你让我去审赵大成吧 好吧 我们再增加一项测试内容 给你一次扳评的机会 什么内容 如果你能让赵大成招供 那么我就 盼你跟林雄波打个平手 好 大川 马上通知今天参加行动的 所有人 二十四小时之内 不能以任何理由 离开情报处 明白 林公子 你不能出去 为什么 孟副队长刚刚命令 所有参加行动组的人员 二十四小时内 不允许离开行动处 原本想赶快回家 把一切都告诉叶书亭的邓远拉 听到二十四小时 不许离开的命令后 再次感觉今天的行动 绝不是测试那么简单 孟大川下的命令 一定是经过费司清批准的 越是这样 越说明这中间有问题 怎么样才能回家呢 邓远达的脑子里 飞快地思索 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绥靖公署情报处 你天天在这儿卖香烟 居然会不知道 老头 我就是个卖香烟的 是吧 我真不知道具体是 什么情况啊 看来你是不打算老实交代了 不是 老头 我都不知道你们抓我 抓我干什么 少给我装活的 你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身上 怎么会带着枪 我怎么会一看到陌生人 拔腿就跑 不是 老头 这 这你就冤枉我了 看 这 这兵荒马乱的是不是 我 我拿把枪我得防身的 是吧 他说 我要知道是你们 我绝对不跑了 这 这兵荒马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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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着有一天被抓了 派上用场是吧 您 您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两个问题 第一 你跟钱绝是什么关系 第二 你们还有什么同伙 钱绝 我不认识啊 不认识 他天天在你那儿买烟 你跟我说不认识啊 不是 老头 我这 我这买烟的顾老顾客多 我不可能把所有名字 都 都记住啊 老头 那为什么钱绝一被抓 你马上就不见了 不是 那生意不好 我不得 不得换地方吗 师傅 您明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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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凋雷 给他点颜色看 行 快动 喂 真倒霉 熊波 这怎么了 我看看 刚才抓人弄了吧 这伤子可不轻啊 当时没在意 刚刚想进医院的 被门口的门位给拦住了 说是你下令 二十四小时不让出门 我这不来问问你吗 熊波 你可真看得起我 我哪有那个权利啊 是处长下的命令啊 他说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 我伯伯是传达一下 为什么呀 老规矩啊 不是抓了共产党的药犯 等等 等等 你的意思是说 刚才的这个行动是来真的 具体情况呢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处长下了死命令 说是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旅游 二十四小时之内 从这儿离开 熊波 但您这手得处理处理 我听说 应付处长那儿有瓶药酒 要不你去消消毒 既然是处长下了命令 也只能这样了 走 我送你回去 行行行行 你忙你的 自己去就行 熊波 你 —你这胳膊怎么了 别提了 测试中受灯伤 处长有不让处理 我听说你这儿有药酒 拿来赶紧给我对付对付 怎么不早说呀 你别说 我这个药啊 还真不错呢 你用用 如果好用的话 你就拿着 这伤可真不轻啊 谁说不是 你说不就是个测试吗 搞得跟真的似的 这就是 打起来不要命 还朝我开枪你知道吗 你说我还是中两枪子 亲点亲点亲点 亲点 你说我还是中两枪子 我值不值啊你说 熊波啊 听说你这次功劳不小啊 你这点伤 我看值得 怎么说话的呀 我都这样了 你还说我值 你不是逗我玩的吗 反正你也快知道了 我就不瞒你了 我跟你讲 你们这次的行动 可不是什么测试 你抓回来那个 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 听说是钱绝的联络员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处长是害怕你们走漏风声 所以对外宣称是测试 不要惊讶 以前这种事情也有过 现在啊 软民心正在审他呢 不过 这次行动的首要功劳 肯定是你的 谁也拿不走 我说呢 邓远达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这让他非常难过 虽然他明白 就算是当时知道了真相 也无法改变大成被捕的结果 可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一切 这种痛苦的感觉 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他决定竭尽所能 将大成救出去 他决定竭尽所能 开口了吗 你倒要看看 他骨头到底有多硬 我带人去了他家里 又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他还是独自生活 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所以一切都得靠你 从你站着掌突破口 我明白 进来 熊波 你这是干什么 处长 我得找您评评理啊 好 怎么回事 你们不告诉我 这次行动是实战也就算了 这次行动本来是保密的 这行动结束之后才说出去的 我不是说这个事 你也看见了 我这伤受得不清 对吧 但是您的命令是不许离开这儿 我没走 没错 这个命令是我下的 二十四小时之内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这里 那您总得一视同仁吧 我受了这么重的伤我都没离开 软臂心什么事都没有 他怎么就能走呢 谁说软臂心走了 他不是正在审问你抓回来那个赵大成吗 组长 你该不会是想一碗水单瓶 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吧 这当然不是了 这次行动 那既是实战也是测试 你在这次行动中奋勇值钱 成功抓获赵大成 这一局你赢得很彻底 那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审问赵大成呢 我这不是考虑到这次行动你辛苦了 而且这身上又浮了伤 同时呢 我也是想给软臂心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嘛 如果换作是别人 没问题 但是他不行 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轻快 你是想亲自审问赵大成 当然 功劳自然是越多越好 赵大成是我亲手抓回来的 于情于礼都应该我来审问 说得也对 好 就你来审 谢谢处长 来 让孟大成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组长 你找我 阮民心审得怎么样了 他那边还没进展 那么根据你的判断 这个赵大成有价值吗 如果我没判断失误的话 这个赵大成 就是前决的联络人 他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他 找到另外一头的人 可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说得没错啊 这时间长了 共产党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这该转移的也都转移了 这就算是这个赵大成 交代出什么 也没什么价值了 冰心已经把该用的手段 全上了 可这个赵大成 就像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如果没什么特殊的办法 我看他短时间是开不了口了 跟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却从来没有一次是顺利开口的 处长 那是不是按照惯例 再审议轮要没有结果的话 就秘密处决 不用了 你去告诉阮民心 我在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还是什么都问不出来 就把人直接交给林雄波 交给他 为什么 这林雄波上门逼宫来了 说人是他抓的 不愿意跟阮民心分这个功劳 跑过这儿闹了好一阵子 反正这个赵大成是咬死了不肯松口 那么谁审都一样 我明白了 处长 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他 什么 让林雄波来审 对 处长说了 再给你一个小时 如果他还不开口的话 就把人交给林雄波 凭什么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他比我强 我审不出来他就能审出来 好了 兵心 别激动 我跟处长已经说了 这个人啊就是个死因分子 而且处长也知道 谁审都开不了口 所以不怪你 再仔细想想 这个赵大成是个共产党 把他交给林雄波审 如果林雄波有问题 那就很容易落马脚的 这个倒是说得有点道理 这也算是处长对他的一次考虑 这是处长的一箭双雕之器 一个小时是吧 我绝对不会浪费这一个小时 留火口 费司卿同意邓远达去审讯 这意味着邓远达终于有机会接触赵大成 可是在见到赵大成之后 又该如何去做 怎么样让赵大成相信自己 又怎么能从戒备森严的情报处安全脱身呢 这些问题在邓远达的心里并没有答案 他只能随机应变 怎么样了 盘什么都不说吗 啥也不说 你也舒服得很 就给我来吧 很好 我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 一个小时 给我狠狠地折磨他 只要人不死 能怎么打就怎么打 是 就这样 怎么样 问出什么了吗 我能用的办法都用了 死活叫不开他的嘴 你对付的共产党还是太少了 这个结果我早就想到了 走吧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人怎么被你们打成这样啊 怎么 心疼了 你把人打成这样 我还怎么审啊 该怎么审怎么审啊 人我可是活着交给你的 放屁 人抓回来的时候是好好的 你现在不但没有问出什么来 还把人打成这样 我看你是别有用心 压根就没想让他开口 林熊波 你别倒打一耙 好了 在这儿吵什么吵 去给他检查一下伤口 不用了 我来吧 一共有两处伤口 必须得尽快给他止血 否则的话恐怕是扛不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你还想把人带出去 去把大夫叫来 就在这儿给他看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来吧 你这是干什么 成天在刀头上舔血 总归会有一些吐办法 这烟丝不光可以止血止痛 还能让他保持清醒 我亲自试过 只要一根烟的功夫 就能见效 人现在交给你了 需要我们回避吗 不用 正好处长在这儿 可以指点一二 好 那就可以开始了 我认得你 是你把我抓来的 没错 我也没想到会抓到你这条大鱼 开始说的 你们都是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都不会说的 我都不会说的 这鱼儿你什么都不会说 那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 抄 significance 我把你猖过 我有个经球 你说 请你务必在我减 closely侃攻守之前 抄我打一枪 开枪 你朝我这儿开了一枪 我怎么会不死呢 这是长期打枪 总结出来的经验 你只要注意开枪的角度 不会打死人 只会打伤人的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 你学这个干什么 说不定哪一天 可以拍场用场的 你不要以为 你掌握了我们需要的情报 我就舍不得杀你 你干脆 我去杀了我 我杀了我 想死是吗 没那么容易 我得慢慢地折磨你 让你的血一点一点地流干 一会儿你就会感觉意识模糊 然后会觉得自己很冷 就像在冰天雪地一样 老冷 老冷啊 先是前决的燕河 现在又是老冷 连续两次的提醒 让赵大成确定 这绝不是无意的巧合 站在面前的这位 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 但周围全是敌人 他们没法说话 赵大成只能等待他的再次暗示 现在知道了吧 死的滋味也不是那么好受 趁着自己还清醒 好好想想 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如果你想说的话 我们现在马上可以送你到医院 去治你的伤 是死是活 都在一念之间 这 这就是活 我不想 不想死 我不想死 装死是吧 那你马上给我放下来 郑队长 我要送到医院 是 同学起来 处长 我跟孟大川一起去 也好 去把他给我盯紧了 只要一起立刻入口供 是 熊墨 不错 非常好 这阮明星用了一下午时间 半个字都没问出来 你这不到十分钟 就把问题解决了啊 这就是处长驾到有方 你是怎么想到 这剑走偏锋的一招的 阮明星对他什么都做过了 打也打了 诱惑也诱惑 可是都没用 我如果重新再来一遍的话 也没多大意思 所以我就灵机一动 想到了这么个奇招 一下子就摧毁了 他的心理防线 没想到还真奏效呢 什么叫没想到啊 你这过分的谦虚 那就是骄傲 行了 赶紧回家休息吧 不是还没到二十四小时吗 我特批了 剩下的事 交给他们俩去做就行了 快回去休息 谢谢处长 大成 大成确实是前决的连流眼 前决出世以后 他就失踪了 原来是为了躲避敌营的追捕 我们也正在找他 前决如果留下什么线索的话 大成是唯一的知情人 但是没想到 让费思青抢先了一步 我当时 实在是不知道应该该怎么办 我也是从被你打伤的经历 才想到这个笨办法的 我是不是做得不对啊 远达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情报处戒备森严 我们想硬闯进去 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 先把大成转移出来 然后再寻找机会 事不宜迟 我马上联系武功队 商量营救计划 医院那边 费思青已经拍孟达川 和阮明欣守着了 好 我知道了 这一定是场恶战的 这样 明天天亮以后啊 我去趟医院 谈谈情况 拥克森 阳龙 作词心 作词心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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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烟烧这香花的心是酟化从前 一抹抹一场场回忆瞬间浮现 猜不透的谜团 走不出的困局 写下了一段不见之缘 躲不掉逃不过的命运传言遇见 我站在秘密对面 窥探着明天 我以为可以满天过海隐藏 你是我发抗拒的弱点 无可莫灭 生死结 梦中双眼 解不开的人 相思长怎么了解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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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